MING PAO TORROW 來 進入大家的烏木 第二隻叫櫻桃烏木 櫻桃烏木 Cherry Wood 我們很快打開來看 我很期待 為什麼 因為烏木好像我還沒聞過 跟酸酸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對吧 對 然後因為它是櫻桃烏木 因為偏紅色的瓶蓋就換了 可以換成別的顏色哦 這蛇皮了是不是 跟你的衣服很搭呢 喔~~對勒齁 欸真的勒齁 配合它顏色 選了蓋子 還真是有巧思 Cherry Wood 挺期待的 有沒有什麼 在聞之前要先注意的事項呢 我覺得它 今年初三隻烏木 那一隻限定的 就地區限定的 是比較男性的 然後剛剛我們拍那隻 稍微中心一點 那這隻應該我覺得 就是女性取向 另外一隻它沒有進到台灣 純男性了 因為它就是中東限定 跟中國限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中國人會噴那麼重的味道 因為中東限定很正常 因為烏木本來就是 東方木質調 本來就是中東人非常愛的 一種聲調 所以中東限定是很正常 因為很多我們 買的高定義香水 什麼金瓶啊黑瓶 基本上都是中東限定 那因為中東人就愛這種 你說阿聯酋就會聞到的味道 就是那個 那種濃厚的木質調 一直對一直 撲筆而來 但是 它這隻都沒有 所以它應該只是想 我覺得它的策略是先 把平易近人的烏木 先推廣出去 對啊 那至於那個味道比較重的 我相信以現在這麼商業化的操作 它以後就會放出來了 嗯 我們來試試看 對 這個 紅色皮革 它上面也有那個 又有蜜蜂 但我覺得 我覺得香味這種東西是這樣 就是你當地 現有取材 很容易取得 你反而不會覺得 它特別的 特別的香 多半就有點進口概念 就外國月亮比較遠 喔 別國的某一些香材 我們不容易取得到 會覺得 別國那味道特別的稀有 特別的喜愛 我不曉得我的看法 對不對 但我覺得有這種 有這種感覺 像歐洲人會覺得說 你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阿聯酋這邊的味道 他們特別喜歡 巴克先生嘛 對不對 對啊 我想表達的意思是 是這樣子啦 對 那提供大家思考一下 那我們 但是所以它 你就不要想 它是那種 又是那種非常爆炸的 基本上 我相信不會 我相信不是 對 很期待 來 它應該是給你一個 所謂 高雅的木質料 對 客人先 全新 立刻有那種煙燻感 哇 然後那個酸 喔 櫻桃喔 櫻桃 這讓我想到原油會呢 快樂的感覺 帶點木質 可是快樂的伴隨著憂傷 這個蠻 真的嗎 蠻 哇 快樂伴隨著憂傷 這是 一個一個憂傷 前面 皮革 其實是皮革味 對 而且它很燻 對 是 是 阿爾什剛剛講的不錯 你多說一點好了 快樂帶著悲傷 那就是笑著流淚的意思喔 疼了 其實 其實聞之前真的以為它的櫻桃會像剛剛那樣會有類似杏仁的甜 一點美食感 對 結果反而它沒有 這個是在意料之外 因為大部分所有 像連湯福爾卓爾也是一樣都一定會有甜的杏仁 天間菜這種甜的香草 可是這個竟然沒有 嗯 這個真的沒有 這個真的是沒有 它前面就是 可以聞到還蠻明顯的皮革味 然後 有點水果的味道 然後這只要是櫻桃 因為它就是那種 其實還算蠻還原的櫻桃 它只是比較稍微煙熏一點 然後偏那種櫻桃利口酒的感覺 對 還有那種酒香 對 它的櫻桃不是新鮮的 你去那個對面買的櫻桃 不是 但是 就是 我覺得這支真的不錯 這支不錯 對 這支有中有了對不對 這支有中 這價格沒有中 哈哈 就是味道有中 哈哈 不好意思 我覺得跟著高手學習 你才會變高手 沒有 因為你看我們錄那麼多的影片 他剛剛隨便講了兩三個香材 我幾乎都講不出來 你剛剛說什麼酒 就像那個利口酒 沒有因為我們家有室友他很愛喝酒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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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重點是什麼嗎 因為您都喝啤酒 那什麼味道都一樣 對 你都喝啤酒 對 我真的要再多涉獵一些其他的 對 對 還有天界菜 對 天界菜有沒有比較俗話一點的 天界菜 其實它是粉粉的 因為我在做香水的時候 其實天界菜這個叫Heliotrope 它很常用在就是櫻桃裡 喔 要製作那個氣味裡面 OK 要把櫻桃味道再更充顯出來 對 可是它這裡反而不會用到那麼的明顯 所以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它把那個酸桿弄出來 嗯 它又把酸桿帶出來 可是又沒有那麼的 對 太過頭這樣子 喔 所以這隻我覺得識別度比較高 我覺得這隻比上一隻 有有有有有 對 這隻你說烏木香水 這隻就是一個烏木香水 對 對 而且它 我覺得這一瓶會見仁見智 嗯 它沒有可能像上一瓶接受度這麼高 就基本上大家都可以 這一瓶可能喜歡的很喜歡 討厭的應該就很討厭 可是我很喜歡 嗯 嗯 但我蠻喜歡的味道 你試了去酒吧你就分這個 對 有有有有 還沒進去自己就先醉了這樣 對 那我蠻喜歡剛剛Arch他形容的 這個我認為是在園遊會的這種快樂感覺 因為Cherry就讓人家有那種開心、Happy 你看蛋糕上面永遠都會有櫻桃嘛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是在快樂的氛圍當中 可是他卻剛剛講出了 他卻含著一些悲傷在這裡面 為什麼讓你這種場景想法呢 我會覺得說假設園遊會好了 櫻桃很開心 可是那旁邊 他那個煙韻感因為非常非常非常重 那抽菸的人也很多 那抽菸的人一定會帶有一些 會有一些慾問的情緒 有一些故事 對對對 那可能 對 我都覺得抽菸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沒有 像我們豪哥也抽蠻兇的 那豪哥是幸運的 沒有 豪哥抽選家 沒有沒有 OK 好 那你說 豪哥說說看 這一支 目前前吊 你自己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 皮革味還蠻重的 喔是喔 皮革味還蠻重的 然後 櫻桃當然因為它 就是 說它是櫻桃烏木 然後還有點果香 然後 是 有滷香 對 有滷香 它有聞到玫瑰的味道 就是有一點玫瑰那個 那有滷香嗎 滷香 沒有 沒有 至少香蕉表上沒有 對 香蕉表上沒有 那 你自己覺得說 因為這個 就像剛才阿琪講的 這個櫻桃烏木是不甜的 對 是不甜的 對 滿大膽的 滿大膽的 通常櫻桃帶一些甜 酸甜 櫻桃你光用香 你就覺得它應該是甜 甜口的 但是這個 香真的不太甜 它只是把那個櫻桃的 神韻帶出來 你可以聞到很明顯的櫻桃 但是 這個櫻桃甜嗎 不甜 OK 是不甜 挺棒的 那你自己個人 你 會用在什麼樣的場合跟穿著呢 喔這個 如果剛剛上一支是秋冬的白天 這應該是晚上 我覺得更適合 喔你們覺得這一次是晚上 會更有魅力 會更有魅力 當然我不想念你去酒吧 對 對 尷尬了 上次把我上次騙我的酒 我一直失台 對啊 對 OK 那所以你覺得晚上酒吧是很合適的 他應該講夜場都很合適 夜場都很合適 可是晚上的場合應該都還滿適合的 而且我覺得這支的噴上去的識別度 其實要比前一支要高很多 是當然 對高很多 比較有特設計一點 對 那二琴你覺得建議使用在什麼樣的場合跟衣桌呢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穿皮衣 也喜歡飆車這也滿適合的 真的還假的啊 對 等一下晚上也請你塵噴一下 對 飆車回家了 對 不是喔 反而你覺得會這種很有飆車速度感 對 就是你怎麼講 因為飆車會讓人家覺得很man很粗獷 可是他粗獷中又帶有那種 你說騎一個NSR150那位也是嗎 不一樣 不一樣 對對對 就是那種又柔又帥的這種感覺 又柔又帥 帥中有 就是他 我覺得Arch一直有強調這兩種衝突感 又帥又柔對不對 通常帥就不一定柔嘛 但是他把兩個結合 既快樂又悲傷這樣 我有認識一個白頭髮 然後又騎MSR150 又喜歡穿 對 捍衛戰士皮衣 真的是糟頭 對 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反向的教材 對 另外一個反向的教材 好 那兩位目前 看來他們形容的這一支 也讓這個鏡頭前呢 各位觀眾 應該也很有感覺 很有感覺 我可以說 他是椒籃目前來講 應該算是比較有記憶點的一支香水 就是我們都第一 我可能第二次噴 你們第一次噴 那 這個味道其實是你會記得住的 就是如果你講到椒籃高定 你會想 喔 我有聞過一支櫻桃烏墨的味道 其實要講到櫻桃的話 其實現在也會想到 對 對 用櫻桃 其實還蠻常見的 因為並不是一個少見的 香調的香水 但是 調的像他這樣的 還算是少 對 因為你會記得住他的味道的 對 好 要不要看一下香調表 好啊 香調表還沒看啊 對還沒看 我們就一直劈哩趴趴的講 看來是真的很有感覺 等一下 我自己也蠻喜歡這一個味道的表現 他有點煙燻啦 但是真的不會太重 我講真的就是不會太重 前調櫻桃跟水果元素 那是哪些水果 不告訴你啦 再來中調是土耳其玫瑰跟保加利亞玫瑰 這兩種玫瑰聚集的地點 都把你一次端上來 基調很簡單 皮革跟陳香木 算是簡單明確 高定很少用什麼太複雜的香調 因為那不是他要呈現的一個焦點 那只是 因為高定香水大半都是用料都用得很好 那疊香都疊得很好 那基本上都是屬於石川的味道 你很少遇到不太石川的高定 因為可能會跟他的品牌的形象是做一個搭配 所以他基本上很少出現奇怪的味道 OK 好啊 那我們期待一下 待會尾吊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做一些不同變化的分享 待會見 Bye Bye Cherry Wood Cherry Wood 紅粒粒的Cherry Wood Cherry Wood 來 他的厚調 你聽說 陳香味就是烏木的味道 講真的比較明顯 但是因為 他跟櫻桃調和的其實非常非常的完美 所以你還是 老實說感覺不到那個烏木的臭味 他有烏木的香味 但是卻把它 烏木最讓人詬病的部分 把它修掉了 把它修掉了 對 把它揉掉了 把它戳掉了 對 非常像一對那個男女朋友夫妻相處的時候 把對方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 把彼此 都 比較 弱的缺點 把它修掉了 OK 這是一個 算是Cherry 跟Wood 一個很好的 結合 我就是在這一支上面呈現 那其實到現在厚調呢 我覺得Cherry的味道還是蠻明顯的喔 那你會感覺得出這個很紳士的Wood的先生呢 就在伴隨他不搶戲的伴隨在這個Cherry小姐旁邊 慢慢的襯托出Cherry的美好 你知道最棒的男生就是讓他的另外一半 這個非常盛大的呈現在所有人面前 那我們就是在旁邊鼓掌拍手 然後給他表現 這是最好的 因為我覺得他是用那個皮革跟櫻桃 因為櫻桃在香水裡面算是比較顯香的一個香材 去把那個烏木的臭味燒感 把它修飾得非常乾淨 非常乾淨 所以你可以聞到烏木的香氣 但是烏木的缺點在這一支上面是不會出現的 也不會發生的 所以他而且他最棒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這一瓶櫻桃烏木的所謂的嗅覺的記憶點非常的高 就是你一噴過你就說你都會記得這一支 那你知道這一支Cherry讓我的感覺有一點像是 反而是像夏天有時候你喝一杯 你知道櫻桃櫻桃氣泡水或者是氣泡飲 氣泡飲 這種烏酒類也是 對對對 你有沒有感覺有這種味道這種 帶一點氣泡味喔 帶一點這個透明的 氣泡感 對對對對 氣泡感 我覺得現在在我身上現在是這樣呈現 那你說烏木有也還是有 但是他沒有那麼詳細 他還是以櫻桃為主角 對 對吧 對 那臭料你還沒有什麼要都幫我們說一些的 他其實我覺得用在晚上會非常的性感 也不管男女 因為他是一個 那 紀錄上來講他算是一個果香烏木 果香烏木會比 所謂的純烏木或是花香烏木 來的更特殊一點 因為一般都是花香烏木 我們最常看到就是 玫瑰搭烏木 就是 還有玉取同工之妙 就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一個比較顯像的香材 那如果你會追尋一個沒有烏木臭味 但是又不想是傳統的所謂玫瑰烏木的那個掛的話 這一瓶會是你一個很好的選擇 很好的選擇 對 OK 好 那我還是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這一個特殊的調製方法 他柔香的方式 對他整個調整的方式 對於香氣比例的調整 是啊這真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組合啦 多半你可能跟玫瑰烏木搭配 大概是大概基礎 普遍大家所熟知的這種調法 但是你說拿Cherry出來 這倒是非常大膽很特別 那我覺得前調他帶給我的驚喜感 就相當的相當的多了 那中後調到現在以至於後調這裡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這種 這個氣泡飲 櫻桃氣泡飲的味道 對他一剛噴出來的時候 擴散有點強 然後現在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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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y down了之後 他的味道真的是非常性感迷人 性感迷人 OK 可是你覺得這一支 是晚上還是白天 這一定是晚上 你還是覺得是晚上 對非常非常的 優雅 OK 對晚上其實不該是優雅的時間 但是他還是呈現出那種質感跟優雅 然後又充滿的獨特性 我想撞香的機會幾乎上應該是0 好撞香機會0 那因為我後調走的是這種氣泡飲的感覺 我覺得我倒覺得比較中午到下午之間 來一杯 來一杯這個氣泡飲的飲料 那種輕鬆的心情 例如是搭配我們現在的音樂 我覺得是非常合適 就是一點Jazz 對對對 有一些Jazz的感覺 對 OK 好來 那我們來給他定個調吧 好哥你定在什麼調 他應該是東方木石調 一個東方木石調的相似 因為他的烏木跟一開始的皮革就比較明顯 就有點像傳統的烏木的 他應該算皮革調 我給他皮革調 因為一開始噴出來的皮革調其實還蠻明顯的 就是你聞到皮革 但是他這個皮革消下去很快 所以如果你現在問我他什麼調 我還是會給他皮革調 因為一開始一噴出來那個皮革是比較明顯的 而不是木石調比較明顯的 一開始皮革加櫻桃 那個味道非常強烈 是 非常強烈 好 那所以你會放在皮革 對 烏木 還有櫻桃 其實是櫻桃皮革烏木 烏木在高定系列裡 我想大概都是排 最後 OK 是 好 雖然可能名字上都會加WOOD 但是 都不是他們要特別主要強調 對對對 都是點綴 然後都是會把它做修飾的非常完美 是 把它有靈有角的部分 修得非常圓滑 OK 好 那這一款 0到10您怎麼給 哇這一款可能對我來講 比前面那個稍微高一點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獨特的香氣 是 對 那可以問一下那兩位 阿齊 對 林阿齊跟李阿齊 哈哈哈哈 對 他們兩 林阿齊跟李阿齊 櫻桃嗎 櫻桃櫻桃櫻桃 櫻桃櫻桃 他在整理麥克風的過程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這一支 我會把它放在 果香木質調 齁 因為很明顯 就是這個 櫻桃一直是他的 主調 主調 那 0到10分 我覺得這個藝術創作性 我足足給他10分 但唯一 我倒覺得比較可惜是他厚調 有一點把Cherry跟Wood分開走了 這就有一點可惜 我覺得啦 那 總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是最完美的 對吧 總會我們要了解一下他有他弱的地方 那我覺得厚調就是他這兩味道有點分開來 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總體來說我還是給他10分 因為這個 新鮮感跟 很少有的 特別的創作 對 嗅覺的衝擊 是是是 這兩個東西不會把它連在一起的 但是他 活生生就在你面前出現 好不好 10分 來 學姐 很實穿的一支香水 而且很適合秋冬穿 就很 女生穿著 因為現在的皮衣都越來不是厚重的 小羊皮啦 不是那個 輕薄的皮衣 然後 比較保暖然後輕盈 感覺很像 穿著洋裝 然後穿著一件短版的輕薄小皮衣 然後很適合噴的那種香水 很搭 那男生啊 你又講女生 男生當然就是 我覺得 他走的路線應該就是比較斯文型的 OK 就不是我們兩個 對 很俗型的意思 沒有啊 又很斯文的人騎重機吧 對啊 以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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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型啊 對 太乖了齁 就有時候想要叛逆一下 就是 像他剛剛這個代表就蠻好 斯文的騎重機嘛 對不對 對啊 但誰說騎重機就一定壞壞 沒有 沒有啊 就不是那種全身刺青大鬍子 對不對 戴著太陽眼鏡 那個是西皮 對 刮皮 刮皮 然後續著長髮對不對 然後戴著大墨鏡 對啊 那個是西皮 穿著皮靴 烘烘烘這樣 那不一樣 那是其他咧 對 好 那學 你自己 女生 你會 把它定掉在什麼調 果香皮革 反而果香皮革 嗯 那但是你還沒髒到烏木呢 我覺得 烏木不強 很輕耶 對啊 他只是要襯托前那個 其他的味道出來 我覺得他 陳香沒有很明顯 是是是是 學姐說的非常的真實到味 因為這種高定 就算有陳香 大概唯一我覺得 高定裡面有陳香 而且味道很重 是LV 其他都沒有 講真的很多 我覺得他只是要襯托前面 中段的香味 可以更顯香 然後更持久 是 因為其實高定本來就是 不饒人的香氣 可是又要有特色 是是是 這個很難拿捏齁 你要不饒人 要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還要符合他品牌的形象 對啊 哇這個很 好像這個 在那個 有錢人家的孩子 一直要受很多歸宿的感覺是一樣的 齁 對不對 他有點小小的叛逆 對 他不像殺龍香 你可以天馬行空 有任何想法都可以 創造一隻香水 是 高定就是困難是 就是你有這些想法 但是 你把這些氣味 承到主管的時候 通常都 你還是要那個 你還是要那個 是是 你還是要在我們的 框框裡面 對 這裏文就知道 啊 這個是Dial 裏文 這個就是 對 裏文就知道這是拿西手 對 OK 你這個打廣告 有點 對啊 來 那你 你給他幾分喔 9點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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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還蠻實穿的 對 然後 就是 如果想太多就可以拿起來噴的香水 嗯 而且有點小驚訝 就啊 切物是這個味道 對 對 非常好 好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跟我們一起分享 特別是豪哥呢 去這個專櫃拿了台灣的 限量的第一隻 對不對 今天是第一天開大 對 他就衝過去了 我是第一個 對 我有問他說我是第一個客人嗎 他們說對 果然夠閒 對 沒有我其實是快閃 因為他開快閃櫃 我也是快閃 買完馬上就走了 OK 非常謝謝豪哥 直打 他拿到第一個 直送 像第一個來這邊分享 對 非常感謝 帶我們 領略這個好東西 拜拜 下一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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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